怒施狂刚虽然属于玄阶斗技 但是练到三层以上 是完全可以与天阶斗技媲美的 孩子 我萧家的怒施狂刚 各位长老都已经说了他的厉害 那是萧家独门绝技 很完美 就算放到整个大陆来看 也不落下风 威力无穷 好好练吧 我练到现在 也就开了个头而已 将来还需要下苦功夫 萧家的功夫 主要以威猛刚义为主 斗技修为不足 强行修炼是有害 所以孩子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是 萧炎说他要练天阶斗技 各位怎么看 还天阶斗技呢 玄界斗技能练到顶级都已经不多了 这天阶斗技早已是有心无力了 孩子 我觉得天阶斗技你就先别练了 为什么 我怕你修为不足会上了身体 爹 怒施狂肝我都练了 这次进斗技阁 我要是不学天阶斗技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小小年纪出此狂言 整天唠叨着 三年纸约 朕让你学会了天阶斗技 你会把货端引到萧家的 不是 爹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爹好 今天当着三位长老 你在这发个誓 三年之约的事就此作罢 为你娘报仇的事也不再提了 否则天阶斗技你不能再学了 爹 天阶斗技我可以不练 可这三年之约我一定得服 我娘不能白死 不然我这么辛苦修练 是为了什么 你要以天下为敌吗 那是要把货引来信 我肖家的 我肖家岂能辱你 爹 道理在我们这边 道理在肖家 肖家为什么要怕 住口 怎么劝你都不听了 你不是我儿子 滚 跟族长消消气 消消气 来 哎 你不想去 走 醒醒 大长老 好啊 快救我们 大长老 怎么回事 爹 窦戟哥怎么着火了 逆子 逆子 爹 逆子 爹 族长 你这是你 族长 我告诉你 族长 爹 小妍 你要干什么 你今天杀死了这么多族人 难道你现在还要杀死你的亲爹吗 杀族人 我没有啊 你没有 我把你套的斗鸡拿出来 后面是什么 还装呢 后面有 就是为了这个 你就杀了这么多人吗 小家 小家到底可被你毁一旦 小家千年 怎么养出了你一家的畜生 姐 我不知道啊 我 我没有 这件不是我干的 还说没有 臭小子 还敢做硬 你 小家千年的斗鸡阁呀 就这么被烧了 什么都不剩了 你们谁看见我杀人了 你们谁看见我杀人了 所有人都看到了 是啊 看到你跟我吵完架 进了斗济阁 大长老确定就把他杀了 放火烧了斗济阁 你还让我说什么 我没有啊 我 你手上拉的是什么 我 爹 我真的我 别叫我爹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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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向祖宗认罪 爹 丁庄长老是我的错 我认 可是这斗济 我真的没有拿他 这斗济阁 这些都不是我干的 列祖列宗在天有灵 他们都不会怪我 你还 还以狡辩 你还以狡辩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走 走 族长 天不由我萧家 你长大了 你走吧 走 爹 别叫我爹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我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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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没你这个儿子 我和你一刀两断 爹 萧炎哥哥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你要跟他走 我不管他做什么 我都相信他 他一定是被冤枉的 我要跟他在一起 好 你们都长大了 好吧 走吧 本来你也不姓萧啊 从此萧家 没有后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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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萧炎哥哥 我们走吧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没有 这些是不是我看的 我有没有杀这些人 我听见这里吵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烧起来了 我只见你 从斗技阁里面冲出 他们都说是你 我怎么会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些都是我的家人 我死也不会碰他们 一根手指头的 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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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炎哥哥 萧炎哥 我相信你 作伽查 那是我的家人 人生不恐怕 对我 你做是你的充 are 萧家的都几个 组长说 你要从第一层下到第五层 在第五层里 有一位萧家的先祖 他的惊魂未灭 你要拜见他 才能有自苟回来 全都没有封印 就这样青天白日地乱杀人 哪还有道理可言 什么五大家族 什么百年联盟 依我看一切都丧尽了 连个信歌都飞不出五坦城 不然找几个好手 二十个人 三十个人 我们一起冲出去 什么 你就是叫一百人二百人往外冲 那也只能是死得更快 我们现在连敌人的面都见不着 萧家就算是落败了 也不能认那几个萧小欺负 组长 你发话吧 咱们斗气虽然不高 还是有几个硬骨头 对 绝不能让他人开了笑话 九月九 鬼上门 萧家子弟东入坟 卖棺材了 不知是哪位前辈 与萧家有什么过节 请出来讲礼拜 萧组长 要棺材不要 听说你这儿有生意做 请问啊 尊驾大名 你这样的斗气 也配来问我的名号 十五 二十 我那儿还真没这么多棺材 各位委屈一下吧 两个人用一口 好不好啊 请教了 兄弟乾坤剑 主席 你不说 海月 在哪儿 哪儿 五名 都被捉了 哪儿 一个山 孟 有 哪儿 你 啊 我是哲云爽 你在萧家门前酒铺杀了我两个徒弟 这话怎么讲 他们窥探我萧家机密 谋杀我萧家子弟 云兰宗与萧家百年之好 我不想因为几个狂徒来坏了联盟之意 私下出手也是给大家留个面子 监老先生来追问也好 杀人者萧战就请先生动手 只不过切勿伤害我萧家子弟 你不过是一个废物 杀了你倒让人笑了 我要把萧家老老小小全杀了 才趁我的心和我的意 慢慢等着 别着急死 你太猖狂 套号愁 茫茫劫 玉玉家乘 终有避血 避意有时尽 血意有时密 是夜飞 化为蝴蝶 难存 蝴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要了 你看 这些郡肘 都是萧家的斗技工法 什么情况 天洁斗技 我们就怕这些 是 对 大 power 对 大批 喝好了 对 这个 这是萧家的持法 我试了一下 威力巨大 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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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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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你要是知道咱不烦啊 能不能停一下 我头都晕了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 难道是你们萧家的黑帐啊 我跟你讲 是焚绝 是焚绝 你不是说焚绝就你那一本吗 这里也有 这应该是你萧家先祖 祖亲允阁抄路的抄路本 不过倒是可以作为教队 还有这个 这个 都是天阶的斗技功法 我跟你讲 我们这回啊 发大财了 萧家人好样的 花了这么多时间 把这些宝藏搬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 你爹虽然废了斗技 仍不失为一等一的大英雄啊 那我想现在 你应该知道火烧斗技格的真相了吧 可是 我爹他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的方法 来逼我走呢 我猜是因为黑暗将至 他怕萧家人难以自保 所以先把这些斗技功法 全部都搬了过来 将你除名昭告天下 也是为了留下一次血脉 徐头后举 萧战这份心思跟魄力啊 当真了当 这些我都能理解 可是 萧家有危险 我不是更应该留下吗 真的有什么危险啊 凭你那两三下也顶不了事啊 你哥 都叫你从第一层走到第五层了 你要是走不出去啊 这里可就永远封存了 大哥要我从第一层走到第五层 去拜见一位萧家的先祖 可是怎么办啊 难不成先祖到现在还活着 你们萧家人都有个毛病 不把话说清楚 从第一层走到第五层 是不是要我把这些斗技功法 全部都学会的意思 可是这也太多了吧 哪学得完啊 这种事问我我也不知道 你爹流落这么多宝藏给你 那是你的造化 那是你的造化 他路已经给你指了 回去好好练吧 萧家不会有事吧 与其担心萧家 还不如担心你自己 你刚才看到这些宝贝 不是很兴奋吗 还不赶快去 是 与老 我最近啊 越来越想 越来越想创造一种 属于自己的斗技 这 族长 怎么回事啊 他们几个都是我的弟子 没鼓起 私下里逃走 结果被杀了 尸体从门外扔过来的时候 还是温的 大概是 是三长老一起来了 他们逃走的时候跟我说过 我还跟他们说要结伴而行 想不到 也没能幸免于难 族长 是您让他们走的 既然命都保不住了 留下来干什么呢 族长 不能多了老祖宗的威风啊 我们要跟敌人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 是啊 同归于尽 老祖宗的那威风 那是老祖宗的事 萧家百年了 我们萧家有得意弟子吗 就算我斗气还在 我能挡住折运手一击吗 是 萧家弟子们 听我说 把衣服都脱了吗 族长 这可不行啊 没有 族长 听我说 听我说 没什么不行的 萧家二字 不值得你们在这儿送死 知道吗 现在 你们把衣服脱了 接伴而行 出城去 是 留下一条命 留得轻身在 不怕没拆手 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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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 散了萧家呀 只有保住人 萧家才能不散哪 黑暗将至 族长 族长 五大家族 自相残杀 这天下 这天下 恐怕 恐怕 就要完了 走 走吧 都走吧 把萧家的衣服都脱下来 不要再回来了 各自逃命去吧 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们 大家听族长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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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长 保重 老爷 我扶您歇着去吧 您也走吧 老爷 老爷 您保重 老爷 好清静啊 老爷 อน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我 我 小寨何德何能 竟然惊动云兰宗的十三长老 昨晚逃出萧家的男女老幼 一共一百三十三口都死了 尸体怎么处理 难道我萧家买不起这白石口棺材吗 你呢 死在地上鸟兽时 死在地下蝼蚁时 随便 小寨 你的斗技阁里为什么空空肉眼 如果我萧家有上好的斗技 何止有今天 被那个畜生烧了 萧家 萧家无非如此了 你这样的废物 不配慰励吴大家族 哈 哈哈哈哈哈哈去了 哈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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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发几步 一会儿是萧家的斗计 一会儿又是星云阁的斗计 不成体统 你是谁 萧战那小子留书给我 说你是萧家最后一个有天赋的子弟 我看你这乱七八糟的功夫 真是让人失望了 萧家子孙孝爷 特见先祖 起来吧 先祖 我大哥说 萧家墓地里面 还有一位先祖惊魂未灭 没想到你 竟然还活着 请问您是哪位先祖 连我是哪位祖宗都不知道 就给我磕头啊 你这孩子也倒好笑 我是萧祖 萧 萧祖 那您 快一千岁了 怎么 觉着我是个妖怪 不敢不敢 跟我来 比你还老 我年轻的时候 带领族人跟随斗帝诛灭魂殿 当时吃了一种斗帝钦刺的丹药 这种丹药可以让人进入昏睡 每一家子苏醒一次 每次苏醒三十天 这次刚好是三十天之期 我已经醒了很久了 你 怎么刚下来啊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一路贪看斗技与功法 所以才迟到了 就你这乱七八糟的功法 斗技也不足 看来有什么用 我呢 虽然斗技不足 但多学学斗技与功法 总有一天会有用武之地的 口气倒不小 像我萧家的人 来 把你学过的斗技 练出来让我看看 是 是 狂章 你这也算斗技 我已经在这等你很久了 你还有二十八天的时间 打得过我你出去 打不过我 你留下来没我 直到下一个萧家人的到来 拿什么啊 就你这两下子出去 也敢说是萧家的子弟 别丢人了 上面斗技格里 全是萧家斗技的精髓 别人想都不要想 你 想学什么我来教你 不过 我要先把你身上 星云阁的功法废掉 好让你一心一意地 学本门功法 别啊 老祖宗 大不了以后 我不用就是了 其他没有用的功法 以后不要练了 上面斗技格里 全是萧家斗技的精髓 别人想都不要想 你 想学什么我来教你 不过 老祖宗 我要先把你身上 星云阁的功法废掉 好让你一心一意地 学本门功法 别啊 老祖宗 大不了以后我不用就是了 其他没有用的功法 以后不要练了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怒施狂刚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怒施狂刚 我 看清楚没有 没有 这么简单都不会 老祖宗 您不能止出招 不教我呀 您 您还是得把窍门告诉我的 狮子 是斗技凝化所成 你往外送气的时候 要做到收放自如 狮子的行 就是斗技的意 行意要合一 今使用刚弄之力 是不行的 是 我 我先去看看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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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爹 这马座快守不住了 你快回城里去 直接等我来 那 快回去吧 掩护元帅先走 是 行啊 走 我不能动下你 我 从长成一元树叶 到阳俄金的蓝天 一方天地在我心中 试试过境迁 从梦子长着翅膀 到飞扬南天风芒 千山满水 苹果与风 不忘了少年 我要 我要 离起我的信号 我要 我要 以往出现 我要 我要 眼底的伤劲 我要 我要 再没有更加可怕 您这袖子欲绝 是什么斗技啊 萧家的流云十三世 想学吗 您等等 我再去看下书 老祖宗 您在做什么呀 我再给你打张床 我来帮您 不用了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睡地上也行 一睡六十年 地上很潮的 对身体不好 睡六十年 对啊 我们说好的呀 你打不过我 就要在这儿陪我 我看你这个样子 多半是出不去了 不是 到时候我分你一颗丹药 六十年后 咱们一起醒 接着学 接着练 你什么时候能打得过我 什么时候出去 您是在说真的 您是在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去那儿看看都多少天了 已经十五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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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老祖宗 您 您都已经修炼了近千年了 我才十几岁 您这就是欺负小孩 孩子啊 你爹说得没错 你的底子确实不错 不过要求你在三十天内打过我 确实有点难为你了 所以啊 咱们不着急出去啊 你在这儿陪我睡一个夹子 两个夹子的 说不定就能打过我了 这床差不多了 你要不要去试一试 不行的 不行的 老祖宗 我 我不能留在这儿陪您睡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萧家现在也很危险 我必须得出去 怎么危险了 你说给我听听 据说我命生现在 已经冲破了封印 即将进攻斗骑大陆 萧家作为五族之一 首当其仇 如果是一夹子再出去 萧家 说不定到时候都已经没有萧家了 没了就没了 你不是还在吗 你在 萧家就在 不行 那 那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呢 我必须得出去 老祖宗 您就别留我了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算出去了 你能救得了他们吗 孩子啊 只有活到我这个岁数 才能明白 人事只不过是匆匆一瞥 谁家兴旺 谁家败老 那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阵波澜 你知道大海是什么吗 海是你的本事 你的斗骑 你把斗骑阁里的斗骑都学会了 你成为斗圣斗帝 你 那你 就是天下第一 到那个时候 你想让谁家兴旺就兴旺 你想让谁家败罗就败你 岂不是比现在痛快 年轻人 目光要放远一点 能让我做天下第一 你还年轻 你要继承我的衣钵 把萧家的斗骑 发扬光大 三花聚鼎五心朝天 斗骑从丹田出境背后脊椎过十三重楼 入后脑过梵鼎穴经文香穴 入咽喉过气海再入丹田 睡吧 你就会说风凉话 我出不去你很开心啊 不过你也确实应该开心 一睡六十年 等再醒来的时候 你应该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吧 我能等 但魂殿能等吗 你不要忘了 我行允阁还在韩风手上 我能放心吗 你萧家是有危险 但天底下也有很大的危险啊 六十年 好啊 等我们两个天下无敌 携手出去 然后一看 昏灭生的天下 那个时候啊 才真刺激 我知道啊 我知道外面很危险 我也很想出去啊 可是那 又老 又不咱们再试一次 你再把你的斗肌 关到我身体里一次 我们两个加起来也没用 他可不是犯老虎云山 那怎么办啊 我已经拼了命的在练了 最近我睡觉都在背口去 我做梦的时候都在套招式 可我就是打不过他 你 又不是 你 我不是 你 啊 我 走 熊儿的命珠裂了 我看看 古族乃神龙后裔 他们的命珠 不会因为外力而受损 这代表命珠的主人 陷入了位积 你 你是说 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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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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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要跟他做好朋友 走 帅 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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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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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龙木果然在这里 向远哥哥 原来你一直都是骗我的 你假装到肖家 假装是我的妹妹 向远哥哥 我没有 我没有骗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不 不是这样的 你一直都在骗我 向远哥哥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已经全都知道了 你是小偷 你是来我们家 偷东西的小偷 是的 从今以后 我们两个再也没有关系了 你走吧 小燕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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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小燕哥哥就不让你了 跟我走吧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你造出来的幻想 小燕哥哥根本就不在这里 你的小燕哥哥就给我送到祭坛去了 那你也一起去吧 祖墨 Click 张orro direct 录母就在这山谷里 对不对 录母就在这山谷里对不对 走 走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眼粉丝落尘 贪婚 不是告诉过你 其他功夫不要乱用吗 那像旁门左道的斗技 你有什么好用的 能打败你的 就是好斗技 愚蠢 天下最好的斗技 就是我们萧家的斗技 星云阁算什么 他们的天接功法 我练过一百四十种 拓战百出 云蓝宗的十三剑法 我也练过 不分轻重 纳兰家的天接功法最少 只有二十几种 那都是蛮牛一样的功法 根本不值一提 我当年拳头对拳头 剑对剑 打的他们全都认输 魂殿的功法算什么 偏于邪道 血宗的功夫 纯属巫术 古族的功夫嘛 就更不用提了 仗着皮糙肉厚 善于翱翔九天 只要 你能够斗技化异 他们也不足为奇 至于蛇人族 妖皇族 那只不过是 微末小道而已 这些斗技你都练过 我一生痴迷于修炼 大概没练过得很少 那斗技阁里这些呢 我也全部都练过 有时间 我会做一些修补 弥补一些漏洞 老祖宗 算我求你了 你放我出去好不好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都在面临魂殿的威胁 我真的不能留在这里 继续修炼吗 要不这样吧 您先放我出去 等我救了我妹妹 安顿好我的家人朋友 我再进来陪您 您说多少年都行 好吗 没出息 一个斗者 只能跟斗技做朋友 您真的是这样认为吗 当然 朋友家人 我都有过 可那要怎样 我当年 跟斗弟驰骋天下 见过多少英雄好汉 可他们现在在哪儿 还有我的家人 子孙 一代一代的凡野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谁又在乎我在做什么 您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外面的世界吗 一点都不在乎吗 外面的世界是你们的世界 我的世界 你只在这儿 我四十岁的时候 我四十岁的时候 被人埋在这里 千百年来我潜心休息斗技 没有一日我觉得疲倦厌烦 人会死 也会离开 可是斗技不会 你练出来的斗技 就永远是你自己的 你要继承我的理想才行 我继承不了您的理想 我不是您啊 外面的世界究竟有什么好的 天下 还要比修炼更有意义的事情吗 反正我是不练了 要不您打死我吧 放眼斗气大怒 有多少人得到一种功法 就欣喜若狂可以安身立命 找到一位老师 就终身跟从事不离开 你现在有那么多的功法斗技 还有我这样的老师 你还想到外面去 你疯了吗 我没疯 我只是有更在乎的事情而已 老祖宗 我们是没有办法相互收服的 您放我出去吧 不要再留我了 你再说一遍 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打死你 让小湛再送来一个 你打啊 你 我没想过做天下敌意 如果天底下都太平无实 如果我没有沙漠之仇 如果我没有三天之约 如果我身边的人都平平安安 我恨不得 我恨不得可以做一个 一点都其都没有的人 那样 那样我就可以天天 天天跟我的朋友在一起 天天跟我的家人 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连成您这样 更不会想着跟斗鸡弓法过一辈子 你 你 你要是看不惯 就打死我了 只要我待在这里一天 我肯定会想着怎么出去的 你敢 这是我的地方 得按我的规矩来 还有十四天 打不赢我 我亲自给你喂药 什么孩子 你得上进心都没 我打不过他 我打不过他 我还说不过他 这个老祖宗啊 真的比魂殿还难对付 还有十四天 你还有机会 叶老 你是不是还藏了什么 新允阁的独门秘籍 没有传给我 我就知道 这种关键时刻啊 还是得靠你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 你还有十四天 一百六十八个时辰 叶老 难道连您都没有办法了吗 留在这里也不错啊 至少可以保命 乱世之中 实属家地 不是这样的 我进来这个地方 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答案 而不是为了留在这里 养老 我要在这里面 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斗技 有什么不同 我需要一种很强的斗技 强盗能在关键时刻 扭转钱款 强盗能够改变世界 轩儿 我爹 我大哥二哥 还有小医仙美杜莎 蛇人祖林修衙他们 他们都还在外面 他们都还在外面 等着我出去 可如果你出去了 就要放弃所有的斗技功法 这样子你不可惜吗 斗技功法再强 也只是身外之物 但是家人朋友不是 这些一旦失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你娘 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是吗 那我也不算给我娘丢脸了 我出现了 招式不要拾好 这招太硬 你是怎么练的功夫 这招太厉害了 起来 你还有十天 你怎么练的功夫 就你站在会儿 这招太厉害了 就是那招太厉害了 所以主持人 我自争害了 就费不上 这样子 太厉害了 那个人 这个你留着 看到他 就像看到我一样 薛儿 怎么办 放入預備 它完成了 不 这就把 акку裂 天马上就要黑了 他们还没有发起攻势 今天估计打不了了 你不了解他们 他们说天黑之前 就一定是天黑之前 西龙主这样的人 不会放空炮的 他们三岛一起压上 我就是块石头 也要割碎他一嘴的牙 薰儿 他还没回来 没有 为什么不让我们跟薰儿一起去 他一个女孩想找龙母 简直是天方夜谈 三哥这是看咱们要亡了 先把自己的女儿放出去逃难了吧 不要再吵了 且不说龙母现在在不在雷电道 即使龙母真的回来了 也会怪罪我们守护不力 古族兄弟之间互相残杀 我有罪啊 我有罪啊 是啊 谁啊 就是那个人 谁 你是 我是血宗的汉儿 这人 能灭收大人的属下 既然东人主不想自相残杀 我看 咱们可以谈一谈 魂殿的邪徒 是你 蛊惑我们古族兄弟内乱 我们东龙倒是不会向魂殿屈服的 你 你 你 我 我们东龙导师不会向魂殿屈服的 攻城就攻城 我们誓死一战 你那还在做龙女回来的美梦吗 这是龙母的命珠 没错 她被我用魂殿密室 深索在梅殿山口 没有命珠 她回不来的 你的女儿更不可能穿过山谷 这是一个死局 不过呢 也不是没有解的可能 那三大龙主喝了我的血 先是效忠魂殿 现在就差你了 族内有古训 不和魂殿的人来往 我现在出去 他们一时三刻就会进宫 你们知道你们到底还有多少病 能坚持多久 大不了我再另一个女主便是 且慢 爹 你要干吗 我 如果我喝了你的血 你们能退兵吗 东龙岛的百姓和士族 能不死吗 当然 和内生大人慈悲得很 爹 别信她的鬼话 她要是慈悲的话 我姐姐怎么可能会死 我姐姐怎么可能会死 爹 你这样要干什么呀 我们不可呀 董龙岛 第六十三代龙主 不是后人故乡 愿效忠魂灭生大人 天相 是魂殿的天相 还是武族的天相 多谢烦恼大人赐血 好 今后古族就给魂殿所赏 一切是听从魂灭生大人的调度 你喝了我的血就和我心意相通吧 不要再买什么鬼把戏 是 古族上山为魂灭生大人致命侍从 收视一下 准备开城迎接 今日处导龙主还业 庆祝古族合衣 投奔明旨 是 是 我一定打造城池 恭候烦恼大人和三位龙主 你醒了 龙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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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找到您了 您不知道 古族现在受了魂殿的挑唆 现在正打成一团 您赶紧跟我回去主持大局吧 真是不自量力 竟敢闯入雷电山谷 刚才要不是我救了你 你早就没命了知道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就是小时候送去萧家的那个 是 那怎么不在萧家好好待着呢 东龙岛有难 是我父亲古猿把我接回来的 古族现在正为魂殿势力挑唆 北 西 南 借口您的失踪 现在正围攻东岛 您赶紧跟我回去吧 我中了魂殿的禁制之术 被困在了这里 又失了命中 我法力大气 我不可能抵抗得了 这外面的雷电 我出不去的 那怎么办 我出不去 我出不去 但你可以啊 我是来接您的 我出去有什么用呢 天意将你送来这里 你将会是新的龙母 我怎么当龙母 你身上有我的血脉 就要继承我的意志 是吗 是吗 我现在把古族的斗技功法 传给你 你还要无论 之么 我把银子给人家 更好 你垂直 你给人家 你救养 你 都没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宣儿献老祖宗教会 我果然没有看见 你是一个有悟性的孩子 出去之后好好修炼 你将来的修为 一定不会在我之下 这个卷轴 是你四叔买来孝敬我的 我用不上了 你也拿去吧 老祖宗 这是三千雷洞 已经不重要了 老祖宗 您真的不给我出去吗 我已经散尽了修为 出不去的 勋儿 我还有一件东西 要交托给你 这是古族至宝 镇天宫 亦是龙母身份的象征 其上发出的剑 能破天下一切邪碎 在我把他交给你之前 你去应我几件事 您说 薛儿一定尽力去做 涉及陷害我之人 叫范郎 他摘了我的命中 你去杀了他 是 古族内乱 死伤全是我祖子弟 你去杀了他 是 你回去后 传我旨意 再挑起争端者 枉杀一人者 杀之 是 这镇天宫里 藏着古族最大的宝贝 将来就算你死了 你绝对不能把它交出去 是 我毕生的梦想 就是让古族内卿 称雄斗气大落 这个心愿 就交给你去完成 老祖宗 我怕我做不到 住在海岛上 不也挺好的梦 那时你没出息 你记住 这是强者为尊的天下 古族若不能在危机中存活 那就一定会在安逸中消亡 你身为新领量的龙女 就一定要以古族为重 杀伐果断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古族 立于不败之地 是 你呀 这么小的年纪 用情那么深 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我刚才在山谷发现你时 你昏迷着 还念着一个人的名字 是 消炎 是吧 儿女情长不是好事 你记住我对你的嘱咐 若有一天 萧家要亡了 你务必要记住 一定要将萧家的地铺骨鱼 拿回来 这些人 绝对不能落到他人手里 这 我不能 有什么不能的 黑暗已至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古族 为了斗气大怒 我告诉你 只要有古玉在 我们就能有翻盘的机会 可是 如果我这么做 小云哥哥会恨我的 忘了你的小云哥哥吗 儿女情长 那只能是天下太平 才能有的东西 你现在已经是龙母了 就应该为古族活着 知道吗 爹说 本是天地之精华所化 您不是死了 您只是回归天地而已 罪然 罪然 报 说 报告龙主 三岛龙主派人叩门 要求进城 请龙主示下 把所有城防的兵器都给我搬出来 没有我的号令 不得开城门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还不动手啊 我好悔呀 我看见 银船里有一艘船 那是 魂灭圣的祭坛与监狱 五大家族的英雄 都是他的战利品 他们 被挂在那些锁链上 几百年来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不想也被挂在那里 我不想 背负骂名 龙 是天地间 智刚智阳的造物 是天地精气的化身 龙出世 一切黑暗 都会消除 是天地精气的化身 龙出世 龙死了 也不过是 回归天地 爹 千万不要啊 我们还有足够的兵力可以迎战 我喝了他的血 本像是为了拖延时间 免东龙刀百姓 惨遭荼 可是我低估了魂殿的厉害 我现在是 越来越不能控制我自己 越来越不能控制我自己 我堂堂一道龙主 就算是灰飞烟灭 也绝不受 铁锁附身之罪 愿我 精魂歼灭 不再屈服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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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东西干骗了 我来打他的子孙的杀鬼 爹 大人 高辉水太难 进攻 大关塔 余根不留 是 我 看见龙母了 她在天空 展现身边 她用镇天宫 威慑 天下 对 龙某他一定会回来的 你就是 你了是死的 童龙珠 黑暗将至 你去 斩道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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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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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杀 三岛中将的听令 三岛中将有令 诛杀叛贼古猿者 奉为东陆的王主 不怕死的 尽管来 都住手 传龙母旨意 凡我古族弟子 不可残害手足 放下刀枪 耍恶论罪 其余不问 都听我说 都听我说 休的信她 她只是 古猿的小妖女 未得罗母授记 你们勾结魂殿 残害兄弟 罪不可赦 你六十四代东龙主 独猿的小妖女 独猿的小妖女 你六十四代东龙主 独猿 独猿 叩见龙母 叩见龙母 我纵横天下几百年 没人敢这么说 现在有了 我纵横砌 没想到你竟然 正在乘 Driver 小妖女 怪我好事 跟那小妎一样 爱我的眼 这就是虎人的威力 你以为凭这几个人 就能抓住我吗 他们不认 但龙母可以 受死吧 祭坛再见 又有他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肖家子弟没有当逃兵的 我说过 打不赢我不能走 你这样偷跑 算什么 我这不叫偷跑 我的朋友有危险 我必须得去救他 什么朋友 他 他的命珠 鼓足的 就你这功夫 你能救得了谁呀 你 女孩吗 是 你放着天下第一的名为不要 却要为一个女孩去送死 我肖家人什么时候这样没有志气 好色到这种程度 我这不叫好色 贪恋女色是斗者大忌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个世界上 修炼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啊 不可能 不可能 小子 你是要与我为敌吗 我们再打一场 不用肖家斗气 行不行 不行 好 那自创的呢 只要你能创得出来 好 刚出去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有了 帮帮我 明珠又裂了几次 我真的必须得出去了 古人有句话 一丹九转 就是说一颗好的弹药呢 要在药顶里面治烤九次 修炼也是一样的 你想要出去啊 要靠你自己 可是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哪怕只是一转我都没有时间 哎 好吧 那告诉我 这些日子你都学了什么 全都是肖家斗技 怒施狂刚 流云十三师 吹火场 空空妙手 学得可真不熟 但这些五层楼的斗技 就算你都学会了 那又能怎么样呢 古人有句话 五生而有牙 学而无牙 以有牙逐无牙 其威 有的时候 知识也是一种障碍 你那个老祖宗 功夫虽高 但再怎么样 也是一个埋在地下的 活死人而已 世间万物 都是不断流通变化的 怎么可以被那些斗技 招式给拘泥住呢 他啊 太僵化了 道理我都懂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打过他 你是不是说过 要自创一套斗技 来打败他 我的确是说过 可是斗技哪是 说创就创的 相信你经历过的事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个老祖宗的斗技很高 但这次 我可帮不了你 你要明白 要打败萧祖 需要的不是功法 也不是斗技 而是你自己 这我知道 可他境界高我太多 我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创造出 属于你自己的斗技 你要找出 最适合你的方式 来打击对手 把那些什么招式啊 斗技啊 全部都忘记 存乎一心 发乎本能 方能有所突破 你可要知道 他教给你的都是最好的 你要从这些斗技精髓里面 找出你想要的 融会贯通 创造出自己的斗技 说的倒是容易 这个啊 是你又一次的魔境天节 你要自己面对 我帮不了你 只有自己误到了 才会有真正的精进的 那我该怎么误啊 古人还有一句话 误破旁门 方剑明月如昔 批破旁门 方剑明月如昔 悟行这件事啊 要看个人 要看造化 没有人可以替代人 出去想吧 想不通的话 就别再进来了 批破旁门 明月如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拔齐鸭 臭小子 敢在你老祖宗面前 用魂殿的斗技 你不怕我打死你 你还敢笑 你以为 你用那些绚人耳目的邪术 会很高明吗 不高明也逼退了你一波 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 我真是太傻了 自从我进了这个斗技阁 我就被那些斗技所困住了 那些斗技虽然是好 但又有什么用呢 你敢说我们萧家斗技没有用 对地之事 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什么合适用什么 何必分你的斗技我的斗技 斗技本就是天下公器 门派之劫 正邪之分 不过是人们异乡 锦鱼编出来的罢了 你什么意思 我不会成为一个 刀鸡隔离的活死人 我更不会被这些东西所阻碍 现在 我可以打败你 竞叶 Brock 自经一失王寿火 不错 此火来自高洁魔兽 生性霸道 且极具毁灭系 不过此火对话没有 你还要其他的招吗 虎 这简直不可思议 你竟然有 在日月同徽之时 在极寒与极寅之地 出现的古灵棱祸 受尔难得 也有我更难得 你能收复这两种 极其罕见的祸 说明你天赋异 我们萧家 后继有人了 住手 这两种火生性排斥 犹如宋一般极不相容 合在一起会爆炸的 你再这样下去会炸死你的 你快停下来 别过来 我可以的 可以的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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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这 可不是 有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孩子 我可以的 别的 我可以的 躺着 你 我可以的 清廉地心火 此火来自地心熔岩之中 十年成年 百年成心 千年成廉 大成之事 极色偏青 廉心 生一簇轻火 顾名 清廉地心火 收起来吧 快收了它 不如醉花 这有很危险的 三火相容 三火相容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怎么可能呢 三火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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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火相容